我們要支持這個活動 因為這是國民黨黨主席選舉來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代表國民黨民主化的開始 所以我很願意也很樂意來參加主席給問 而且會給答 如果以後他們要多問我也會多答 如果國民黨能夠建立由下而上這樣的機制 不僅在主席人選縣市黨部主委 還有未來的決策都能夠由下而上 我覺得國民黨就有翻轉重新開始的武器 我這次選舉過的當中 黃沐清黨部給我很大的幫忙 讓我能夠在京都海浪當中當選 所以我知道黃沐清黨部對國民黨有一定的貢獻 但是黃沐清黨部的黨員結構 能不能反映出整個黨意 還有整個跟民意之間的結合 我覺得在比例上面 價格上面是可以調整的 但是不要否認了黃沐清黨部對國民黨的貢獻 這個世代交替年輕人接棒 我們今天這麼多年輕的團體 這些朋友們願意舉辦這樣的活動 我是認為參與這樣的一個主席給問活動 是我們的責任也是我們的意義 如果不參與終究是遺憾 天卑謙卑再謙卑 他們的邀請是我們的榮幸是我們的責任 拒絕我認為當然難免讓人質疑是傲慢 尤其住住姐現在在黨內的聲勢應該是最高的 不能認為躺著就會當心 每個人的選擇 其實我今天也有非常重要的情誠 尤其是跟我選舉人關的選票非常重要 但是我選擇來這裡 是我認為我不能失去跟我們年輕世代的同仁 一起對話的機會 也願意多聽聽他們的聲音 所以我選擇來到這裡 很多人說黃敏慧 你也可以叫我們黃復興 因為黃敏慧是來複信國民黨 那黃復興黨部其實在這裡 我覺得他們是國民黨也是中華民國最重要的磐石 而且是一個國民黨最重要的鐵位 我覺得在這裡他們衷心的表達 對黨對國家對未來對下一代的關心 我覺得這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 最重要的一個鐵位 我們請第二位黃黛義主席升任 兩位參選人